在看起來烏克蘭這收復 赫爾松跟克里米是指日可待 那特別是因為日前 成功用無人機跟無人艦艇 摧毀掉黑海艦隊嘛 冠廷現在還傳出說 他們的特務 連空軍基地都滲透進去了 孟強哥 我們剛剛從很多影片的畫面 看出整個俄武戰爭的境況 我們也可以從畫家的創作 看出他的畫面 因為很多畫面無法重現 但是烏克蘭在地畫家 讓他重現現在戰場實際的情形 大家看這是馬卡洛夫上將號 這兩天在十一月初 烏克蘭畫家把他上傳到了網路上 哇 這一幅畫真的講了現階段 黑海艦隊俄羅斯面對的狀況 這一台是馬卡洛夫上將號 我先講 他現階段在於俄軍 是非常有代表性意義的 過去大家記不記得 莫斯科號被集成之後 整個黑海艦隊的旗艦 就是這一台馬卡洛夫上將號 所以某種程度 這一台馬卡洛夫上將號 就是現階段黑海艦隊的領袖 而這幅畫畫了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到上方 有一台米巴直升機 他在幹嘛 他在對著前面這一台 海上無人機進行攻擊 而這台米巴直升機 過去大家認為說 他比較常常是來做運輸使用的 但是他加裝上了武器之後 也可以進行火力支援 這個畫家畫了什麼 他對這一台烏克蘭 要來打俄羅斯的戰艦 馬卡洛夫上將號的 這個無人艦艇 被米巴直升機攻擊 可是閃避成功 他閃避了然後直接的這一台無人機 對著馬卡洛夫上將號進行攻擊 這是畫對不對 同一時間呢 其實在十月二十九號 真的在黑海就上演的 這一個無人快艇 跟天空的無人機 去攻擊的馬卡洛夫上將號的情形 但是跟剛剛這幅畫有點不一樣 剛剛這幅畫呢 我們只有看到是海上的無人艦 要去攻擊馬卡洛夫上將號對不對 真實的情形在十月二十九這一天 是海跟空並進 我們看到現在四處的畫面 馬卡洛夫上將號是被九台空中的無人機 跟七架海上的無人機進行攻擊 圍攻 而且圍攻的戰果非常好 雖然沒有讓馬卡洛夫上將號擊撐 但是雷達系統破壞 而且整艘戰艦失去戰力 受損嚴重 受損非常嚴重 完全失去戰力 他現在基本上是無法再繼續進行攻擊的狀態 這戰果是非常豐碩的 除了海上 其實烏克蘭現在在情報戰真的打得很好 我們從二月講到現在 為什麼說情報戰得很好 我們現在看到他的特務 甚至不只是在烏克蘭境內進行行動 鍾翔哥 甚至跑到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去進行了破壞 我們看現在這個畫面 這個流率畫面是什麼 是烏克蘭的特務 他潛到了俄羅斯的空軍基地裡面 去做什麼 滲透 滲透他攻擊擊毀了 兩架卡五二攻擊直升機 卡五二攻擊直升機是什麼 就是大家稱作鱷魚直升機 第一個非常貴 一台售價一千六百萬美金 第二個他是兩千零七年之後 整個俄軍最精良的攻擊直升機 他不僅有非常高科技的電腦 他有頭盔式的瞄準器 他有反坎克導彈 他甚至有攻擊火箭 還有空中的飛彈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卡五二 烏克蘭當然想把他摧毀啊 好 我現在直接讓你在俄軍 根本無法起飛 我直接潛到了你的 普斯拉科夫州的空軍基地 直接安裝了舒適的VZD 6CH 簡單講 大家聽不懂這什麼 6CH是什麼意思 就六小時的岩石炸彈 這個特務呢 他放完了這岩石炸彈之後 撤走 撤走之後 六個小時之後直接爆炸 成功撤走喔 成功撤走 其實這種任務非常危險耶 竟然可以安裝了炸彈 然後他成功離開 而且你現在剛剛 我們新聞只有講 是兩架卡五二直升機對不對 現在就有進一步的戰果傳出來了 是兩架卡五二被完全摧毀 有一架受損嚴重 所以這些特務呢 等於是成功炸了三架 太厲害 這個特務能夠侵入到 整個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這代表說 現在他們真的是反手為空 而且這樣戰爭 俄羅斯真的岌岌可危